即是石這樣死人又死 你知不知道 喂大哥 為何你平時在WhatsApp這麼多東西說 現在出來又不說話的呢 喂Hello 有些人可能他們比較選擇 是會喜歡用WhatsApp拼機 多過面對面 原因是因為他們面對面的時候 他們需要不單止用到一個語言的溝通 他們可能的轉數比較慢一些 因為我們在面對面溝通的時候 我們的對答是要很即時的 但如果我們用WhatsApp的話 他們就有時間空間 去想想怎樣去答問題 或者問問題 甚至乎他們打完一段文字 也可以看一次才發出 這些人可能是一些社交技巧比較弱 但你說去不去到社交障礙呢 那就未必了 喂 其實你是不是上癮才會是這樣的呢 我覺得那個關係是相反的 就是因為他們經常用WhatsApp 或者社交媒體去溝通 以至他們經常依賴著電話 那真的不關照相關的事 我收到你的電話也沒用的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到你呢 如果已經慣性了用WhatsApp溝通的話 那其實可以先用文字 或者去摘低一些重點 然後可以約對方某個時間 先用電話去談 又或者如果都有信心 那就可以面對面去跟對方談談 其實也可以想定不同的方案 例如說估計對方會有不同的反應 A的反應的時候 我就會說這套說話 B的反應的時候 我就會說另一套說話 那就可以幫到一些比較慢一些的人 他們可以適應到一個人與人之間的對話 蘋果優惠開藍牙定位附近驚喜優惠隨即到手